剛剛踢完一場英超 曼聯 主場迎戰 樂迪咸森林 這場球 勢緊背後 兩隊都不是第一次出戰 第一次回聯賽 之前聯賽杯都出戰過了 曼聯 上半場先貧 福哥 一個入球 一個助攻 福哥 先在19分鐘佔兵角球 力神傳 開出角球 一個聰明的走位 拉散森林的防線 無人看管之下撞射入網 先開記錄 接著 不夠3分鐘後 一次反擊 福哥在左邊拿了球 拿得很漂亮 接著 再給對手 再給後尚馬山 馬斯亞 數百腳第一時間一韌 通過了這個 深能守衛保利的大勢 接著 亦都把握繩住 對方門進 軒尼斯落地 稍為慢了 入網 拉空到2比0 拉開到2比0 記錄 接著 去到原場前 再憑著 一次成功的搶折 加少美來前場 再做一個很漂亮的傳送 被兇了的Fred 後臂入看Fred 左腳 成成3比0 最終慢聯3比0 贏了森林 這場球輕鬆鬆 全取三分 現在 已經在第五位 但是 落後給熱刺1分 落後給排第四的熱刺1分 但是是踢消對方一場的 嘩 是不是傻呀 若然再順順利利的話 應該是 進回前四那邊 至於森林輸了這場球之後 還要排位尾的 總算 對手前面的對手還沒拉開 但是也危險 很開箱這條影片之前 麻煩大家幫幫忙 Subscribe 和Share 出去 Subscribe 和Share 出去 Youtube Channel 因為每個星期都會有英銷直播 聲音直播 希望大家Subscribe 和一起看球 吹吹吹說說波經 還有就是 CRSS comment like subscribe 和分享 Follow Patrick 樂遠路的IG IG 也要人的 麻煩你 麻煩你 這場球的曼聯在陣容上 就有點 稀稀的 因為有些位置都還沒出主力 雲比撒卡繼續正選出 中堅呢 用了Share 去踢 中堅呢 華拉尼派著Share 雙中堅 左邊輸了馬拉仔 前面比較好 前面最齊人 中場和前面最齊人 中場有 卡斯美露 派著亞歷神 前面 有袁規哥 班奴 福哥 馬山都出現了 後防又有點滑滑的 但是呢 你找這場球呢 老實說 他們面對的後防 所謂面對的壓力 不大 因為始終森林 功力 不是很強 功力不是很強 這場球森林 都麻煩的 他們自己都麻煩 所以曼聯的防線 真的不是 受太大威嚴 所以踢內挺舒服的 所以 所以 你說是否 踢左中堅很好呢 現在收入中間踢中堅 或者這樣說 今場球不是太大考驗 所以 很難看到真章 是否真的有能力 不如自由放中堅 但是 對著一些可能實力比較 似一級的球隊 實力比較弱一點 弱雞一點 不妨試一下 如果輪換的話 因為始終呢 坦克始終都是想照左中堅 都是想叫做 用到球 即是左腳 左腳是踢左中堅 很正常的 這個是無論是哥迪奧賴 坦克這些都是這樣的 所以你說 175 矮就矮的 但為甚麼都是讓踢中堅 當然是175交到功課 地面屠虎嘛 但是 山頂方面他也不輸蝕 為甚麼 真的用他 所以 放進來今場球都明白 175出不了 還在慶祝 麥加牙後備 左腳的中堅就沒有幾多個 所以拉進去 都很正路 如果這樣看的話 如果今場球也算是這樣的 因為 正正常的 所以亦都是因為相對地 轉身的就夠靈活 要你出麥加牙轉身慢 所以這場球對著森林多數都是反擊的 調些長球上去追 所以 包圍 轉身那些都相對靈活 所以亦都瓦解了森林的攻勢 但其實 整場球所以 你說受的考驗不多 很多時候甚至可以推上來的幫手組織 對呀 幫手組織攻勢 推上來的 所以這場球所以 你說是不是真的好呢 未受到太大考驗 可以再觀察 可以成為一個中堅的位置 上半場 萬聯看得很爽 整場球看得很爽 正如說因為中場的 壓迫力 和中前場的 對手的中場壓迫和中前場的進攻 都相對沒有那麼強 令到萬聯很輕鬆地拿到球去使用 特別就是以艾力神和 square Buno拿到的球有很多時間用 而打今場球 正正是曼聯 為何準攻那麼順利呢?反擊也很順利 很多時三爬兩撥 很簡單的傳球 不需要太迂迴 一拿到的球 走向前 那包放長傳也好 或者兩三個驚艾力神 或者Buno 甚至卡士尾路 再彈來彈去分去邊就去到了 很有效率 好了 今場球 福哥又聰明了 福哥在前面真的很聰明 真的很聰明 很多時候福哥都是成為曼聯 球員在中後場看著前面 打反擊 福哥在前面 一有就給福哥就去了 今場球就 看到了 福哥就是 一個 有心踢球 或者狀態好的福哥 在現在曼聯來說是很重要的 今場球也是 福哥在中前場 很有 揣擾性 很多時候拿著球 不是說要左吸右吸 但是這次 吸得來是順利的 是爽的 利用自己的突破能力 嘗試 多次突破 森林的防線 然後做到的好事 還有什麼呢 他的走位 無球走動 是多了 多了 不支持 以前我經常吊了福哥 你不能走位 站在那邊等球 但是 現在的走位 無球走動 拉空 做多了很多 上半場 他入球 他真的 醒目 應該練過了 艾力臣 一下子 按地球進來 福哥 醒醒目目 繞在前面 接應撞射 這些無人看管的位 你有沒有夾過 真的很難相信 那麼 福哥 另外 就是 這個球 上半場的另一個球 反擊 他拿球下來 很漂亮 拿完之後 再撬回大位 然後 一個 應該這麼說 拿完之後 接著一個 Ronaldo Chop 被譽為的 所謂K哥所說的 那一刻 好像以前 大哥的 絕招 就被他 在他身上又出來了 一吸吸過對手 然後再傳給馬山 這個 醒目 看到馬山後上來 就傳給右邊 然後馬山引入了 這個球 福哥的功勞很大 功勞很大 福哥整場球都踢得不錯 下半場雖然是踢了少少的 因為那個場面的問題 踢法問題 但是 其實福哥都不殺的 這場球真的踢得很好 一入球一助攻 就是數據上面 贏了 但是最終 Man of the Match 不是他 為什麼呢 因為我比他更重要更好 卡斯美勞 再一次展示出 世界級防中的級數 卡斯美勞這場球 真的在中場做了很多事 做了很多事 防守方面 經常性的搶折 也是很出色的棋位 老練的路數 折了很多球 真的折了很多球 上半場你可能不覺得 但下半場其實他折了很多很多球 上半場你看到他 拍著 阿力臣 就是一乾一油的組合 他可以保護著阿力臣 所以為什麼進攻那麼爽呢 因為有卡斯美勞 而同樣地為什麼後防 承受壓力不大 除了因為對手進攻不算太強之外 很多時候到中場已經被卡斯美勞截斷了 一個很 成功的屏障 絕對可以保護到防線 這場球卡斯美勞 整場的表現 防守表現是怎樣 5次的成功鏟截 2次的成功攔截 3次的成功解圍 1次的Broadshot 還有無數次可以搶回控球拳 你想想卡斯美勞 真是那個class 那個class 真是沒得頂 他拿Ammel of the Match絕對值得 下半場殺了很多球 很多時候還推上來 下半場有一球 在一個禁區 邊入大陸禁區 然後一個很乖的在那邊撕射 銀在那邊撕射銀得很漂亮 給這個軒尼斯單手搭出 哇這個球卡斯美勞那些足球智慧 即是摸巴西防衝 除了硬性之外還有一些 足球智慧出來 他真的主軸了整條中場線 可以說功手見備 所以有很多人說 究竟是甚麼構造 神經病 神經病 這麼好看能 那麼 之前 季初的時候 買卡斯美勞 有些人就說 買過三十多歲 這麼貴 其他球員也有笑我們 又說 買過卡斯美勞 回來這麼貴 買回來變成水貨 欣著 就算自己在曼聯球迷 有些人也覺得 亂購買 覺得卡斯美勞不行 慢 沒料到 但是 我也說 他來曼聯的時候 我已經覺得 卡斯美勞絕對是世界頂級防衝 在黃馬時期 無論是黃馬也好 國家隊也好 絕對是你看到 有眼你看 現在 有板你看 這場球 主軸了整條中場線 森林的中場 想過了一個 都沒有 都沒有 這場球 卡斯美勞絕對 Klasse Klasse表現 Klasse表現 令到 全球視野 閱讀球賽人 亦都很強 助攻給Fred 更加不能頂 真的很強勁 攻守兼備 殺球也是他 要幫忙 做球上去 又是他 越踢越好 其實這場球有幾個 球員都是 表現不錯 雲比沙卡 其實這場球也不錯 很多時候 蓋上來的時候 時間性都很好 出球有進步的 出球有進步的 當然可以更好 但是你看到他蓋上來的助攻 時間的時間是好 跟隊友的配合 那麼 他 是不是真的要離隊呢 老實說 如果他繼續進步下去 可以是 欠個右閘 當然希望他繼續有進步 那麼 若然 你的球會真的沒有預算 沒有預算去買人 那麼繼續留他在這裏 不一定要買 當然 坦拉格也 希望給他多機會用一下 福哥看得好 馬山其實也不差 雖然 馬山整個球 相對的比較靜 但是他每次拿球都有威脅 馬山 馬山也是有心踢的 馬山是很好的 有心踢的話 他這傢伙 雖然 沒有心 那麼 反過來 你說 坦勒 坦勒 也不差 阿力辰 也是一貫水準 唯獨 阿規哥 阿規哥 好想做很多事 但總是有些格格不入 即是無論你說 可能說他沒有斷速 又怎樣又行 被人看死了 單題 有時候阿規哥 雖然都想融入 盡快融入 但是你也要爭氣一下 我也是那句 繼續給他時間 慢慢適應 融入 英超是另一個 警戒 不然是他河甲 不過阿規哥 我也是那句 我擺明對他印象很麻煩的 因為他累到巴西出局 唉 真是 反過來 雲迪碧克進來之後 表現就 很麻煩的 沒有加拿走 做得那麼多事 即是他也有很多走動 很勤力 但是內行沒有什麼建設 反而加拿走有幾下的突破 反而更好 所以雲迪碧克 機會 已經給了那麼多力了 你要自己珍惜才行 就是 好了 森林那邊 森林那邊 唉 問題 都是那句 上半場 擺明一出來是守 守多 但是 你又 先放 算縮得後一點 最慘的是什麼呢 你進攻那邊都乏力 你運不到球上去 過不了卡斯美洛的中場 我過不了卡斯美洛的中場 你運不到球上去 前面 你連王也好 阿旺也好 Johnson仔 只有跑字 那個球又 難道叫他們 要把球上去嗎 那就難了 所以這場球進攻那方面 幾個都是 勤力有餘 但是 表現又欠奉了 連王其實是勤力的 想做很多事情 但是問題是 做不到 做不到 你真的做到什麼呢 還要雙出 下半場 中場那邊 又不夠萬聯尼庫 沒有了高耶迪 那麼硬硬 也不行 耶迪斯那些 不行 後防 後防呢 嘖 你輸了兩球 其實都是可以避免的 第一個球 那個死球 防守背説 這樣被人 拉一拉就鬆了 散了 那麼輕易被福哥無人看管之後死後 第二個球輸反擊 福哥拿到那個球之後 要怎麼整堆人鬆入禁區裏面 收到那麼後聯防線 沒有人殺出來 你明知道福哥拖環都知道 看到馬山衝上來 比的 你是不是還縮在後面 你殺出來嘛 你看著馬峰 馬山的位置 不是被他禁 第一時間 鑽上去 還要通過保利大勢 軒尼斯又落地又慢 你這場已經沒有得出癲軒 借用條例沒有得出 沒有得出之後 你本身後防已經是 軒尼斯 的實力 大家要用眼看 跟癲軒比 已經差了一點 防線也不穩陣 唉真是 下半場沒辦法 你這樣下半場就 就算盲聯開始 有一點點放慢一點 給你拿控球又怎樣 又怎樣 有機會你又把握不了 有機會的 把握不了 你壓上去盲聯就繼續打反擊 繼續打反擊 最終被阿Fred 最終被阿Fred 都被打反擊 其實 應該這樣說 心林 希望他繼續 其實心林世界杯前 的勢力比較好 有一點進步 但是 不足以 不足以 你繼續 去 贏這場 希望越踢越好 只是不說 對著 對手 搶不到分 算 但起碼對著同級對手 你要取得盡納的 這分不容有失 如果不是的話 你真的很難做升降機 大佬 拿回信心 拿回士氣 菊巴尼也要收拾防線 麻煩 唉 真是 對啦 接下來 將會主場對 車路士 希望有些奇蹟出現 好了 今集時間來到這裏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麻煩 放一個like 和subscribe YouTube Channel 那 CRSS comment like subscribe 和share 好重要 很重要 Youtube是好看這類的 這類型的reaction 不小錢 麻煩大家按進去 因為 越多這些reaction 才會容易 越大機會被Youtube推上去做推薦影片 推薦和推薦channel 希望大家幫幫忙 Youtube拿到那麼多好處 不爭在 當然要用它 利用它 拿回去好處 那最後就 Follow MyPetcherLui的IG 大家subscribe 了這個channel 再按一下小鈴 正常來說 有新的節目和Live Youtube都會有通知 但是怕Youtube不推薦 不通知的 不要緊 Follow MyPetcher 因為 有新的節目 開Live的預告 我都會出post 以及會扔上IG story 希望大家也 繼續支持 好嗎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